近日前美国的联准会有两名官员因为涉及到了炒股黯然辞职之后 没想到现在媒体又爆出了FED的主席鲍尔 在2020年10月美股暴跌之前竟然是狂卖高达台币1.3亿元的股票指数型基金 而鲍尔的发言人虽然回应表示一切都符合规定 不过恐怕对于他的连任之路也是在天变数 另外我们持续要带你来看到是为了要因应耶诞节的购物热潮 Amazon周一就表示了将会在美国招聘15万名的临时员工 而且每一个小时的时薪真的蛮高的哦 竟然是高达了500多块台币大约是18块的美金 另外我们带你来看到则是FBI的干员最近突击了普丁的富豪密友 在华盛顿以及纽约的豪宅 因为他被怀疑疑似操弄美国大选让川普胜出了 好我们持续讲到了普丁 我们带您看到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日前参加了一场公开活动 也接受了美国女主播的专访 但是啊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就炮轰 这个女主播怎么从头到尾都色诱普丁呢 不但是露大腿 甚至呢还企图让普丁答非所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